彻屏是一个待业青年,通过朋友的介绍,他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 日本的地铁总是拥挤而繁忙,看着人头惨动的车厢涌到,彻屏的心情已变得更加焦急起来。 匆匆下了地铁的彻屏,被一名女高中生拉住。 女孩只指彻屏是电车吃汗,在车厢里猥亵了自己。 当时的日本环境下,电车猥亵事件时有发生,所以民众对此都持以生物痛绝的态度。 无辜的撤屏就这样被不由分说的热心群众拉到了地铁的警员值班室。 撤屏不认同女孩的说辞,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却得到了警员的无视和吃笑。 值班室的警员每天都要处理无数起相同的违线案件,而每个被扭送过来的流氓都会一开始先态度强烈地拒绝, 等到警员们用手指的衣料纤维做对比后就立马认罪伏法。 警员们认为撤屏也是同样的人,还无视了一位前来作证的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告诉警员们,撤屏当时只是在扯被地铁门夹住的衣服并没有猥胁别人, 可警员们并不在乎这个不确信的说法。 地铁站的人流涌动着,白衣女子也跟着不见了。 撤屏此时有理也说不清,女孩仍旧坚持自己的说法, 她在口供中提到感受到身后有人在抚摸自己, 于是她伸手去阻拦,那个人趁机把手抽了回去。 她通过下意识的回眸从衣料和衣服颜色中判断出猥胁自己的就是撤屏。 女孩的说辞还有很多漏洞,但警员们一致认定撤屏就是个流氓, 甚至还帮撤屏想好了认罪的说辞。 有好心的警员提醒撤屏,如果认罪的话, 只需要缴纳相应的罚款就会没事。 不认罪的话,日本检方就会向撤屏提起诉讼, 到时候撤屏不只要罚款还要被拘留,和面对大众的舆论压力。 认不认罪的厉害已经被摆在了撤屏面前, 可清楚自己什么都没做的撤屏不肯认罪, 他宁愿被起诉,也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好在撤屏的坚持不是无疾而终, 母亲和好友都十分相信撤屏的为人, 并且愿意为他奔走。 在当时日本律师界的政治环境下, 是没有人愿意接这种案子的, 因为起诉撤屏的人是日本检方, 而法官和检方隶属同一个组织, 所以很少会有判定检方失败的情况出现。 一般来说,只要是这种案子, 被告人都是从一开始就下定论判定有罪的。 幸好黄天不负有心人, 一个曾经做过法官的精英律师荒川, 接下了这群官司。 荒川为人正直, 并且因为自己的法官出身, 所以他洞悉法律对此类案件的漏洞, 他也是业界少有的愿意辩驳日本检方的政治律师。 有了律师, 撤屏的慢慢维权之路便展开了, 被上诉的他只能暂时待在拘留所里。 拘留所的生活很凄苦, 但只要能够证明清白, 撤屏都可以接受, 让他感到崩溃的是法院里的人一次次的询问和质疑的眼神, 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 所有人都已经在自己的判断里把撤屏打下了地狱, 他们甚至还想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让撤屏认罪伏法。 检方打算美化女学生勇敢站出来指认色狼的事迹, 从而通过舆论压力让撤屏认罪, 也让更多的人鼓起勇气指认罪犯。 撤屏一直坚持本心, 他不会因为强大的舆论就让自己承认未曾做过的事, 而检方在他家搜出色情录像带, 却仿佛又给他判了一次死刑。 动摇之际, 幸好坚定的律师和亲人们一直站在他身边鼓励着他, 才让他坚持了自己的本心。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一次公审这一天, 这一天的情况出奇的好, 因为担任本次案件的法官并没有和那些迂腐的人一样, 害怕承认检方有罪。 黄川律师也表现得十分游刃有余, 而当天的地铁站警员也因为心虚而回答的漏洞百出。 接下来的两次公审中, 受害人也出现了, 他诉说着当天的情况, 还说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事, 所以他那天才会决心当场抓住被告, 可女孩的证词也存在着很多漏洞, 例如不能平静衣服和感受就职人犯人等, 所以在起诉撤评的证据中, 还有很多不足和纰漏的地方存在。 几次审判下来, 已让撤评暂时被保释。 初战告捷却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黄川律师又开始带着大家一起做情境模拟实验, 在实验中, 身处撤评位置的男性是不可以像受害人说的那样把把舌往后抽走的, 这个方位反而是侧边方向的人比较容易做到, 就在事件又转机之时, 法官却换人了, 而且又有了新的不利证据指向了撤评, 案件又陷入胶着, 当务之急是找到当天曾经为撤评证明清白的白衣女子, 撤评的母亲开始在地铁站大海捞针般地发着传单, 好在老天也终于让他们等到了这个契机, 白衣女子看到传单后出现了, 并愿意出庭为撤评作证, 他在庭审中告诉了大家当天看到的一切, 他认为撤评没有威胁别人, 而且当时他和撤评有过短暂交流, 他认为一个被别人注意到的人是不会去做犯罪行为的, 可是短暂的希望却没有持续多久, 新来的法官迂腐且认死理, 他认为白衣女子的证词只能证明他看到过撤评, 却不能证明撤评没有实施过猥胁, 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这好像不是一场为了受害人或者被告人而展开的案件, 而是一场为了日本检方钻研不受损的面子工程, 而这个法官明显也是偏向有罪论的一方, 他暗中不理采荒川们做出的有效实验, 还故意诱导撤评承认犯罪, 撤评一遍遍地说着自己并没有威胁别人, 可还是被大环境的舆论所推翻,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下判决书的这一天, 撤评被判欺压三个月, 已经校游, 杜绝社会上在出现此类的事情, 站在庭审中央的撤评, 此刻觉得这个世界荒谬至极, 他认为此刻能够审判别人的人, 不是法官也不是法院, 而是他自己, 因为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罪, 所以他可以由此审判, 法官做出了错误的决断, 想明白这一点的撤评再次提起了上诉, 他将会用一生的时光, 来和自己期待的真相做斗争, 人往往会轻易落入前任的苛酒, 从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而世事还是得秉承着求真的态度, 才能让社会和自己越来越好。